今年中央西洋局 川普台風 山陀爾海上彩虹警報 吉隆市懲罰處進行系列防衛措施 於29日中午12時期 出入封閉 確保民眾安全 山陀爾颱風來勢洶洶 就外木山海邊一陣陣浪花打來 暗巡弟兄來迴站邊巡邏 就怕有民眾下水游泳 9月19號中午12點最近 有吉隆市政府懲罰處實施關閉 你們會在安基做柔心勸導 那是後續的入警或海警發布之後 實施管制區的話會強制的實施勸禮 說實在外這個根本沒有什麼爛 對 對 對 只是說因為政府有規定就對了 對啊 知道政府 是 知道 著名的大五輪沙灘已經封閉 岸邊吸引不少民眾前來觀浪 颱風來襲 1號上午 金融地區艷陽高照 南龍路店家堆起了沙包 隨時做好準備 你會怕嗎 不會怕 會喔 不過我先有預防 不僅被妥沙包 連防水閘門都組裝完成 之前被強將雨突襲 這一回遇上颱風攪局 居民有時間提前準備 希望能夠平安度過 聽說這次的颱風會更嚴重 所以我們都要提早一天 然後晚上的時候就先把它都架好 下班前先把它架好 以防凌晨的時候突然又下大雨 淹進來 我們都沒有辦法來得及 把它擋水擋住 鏡頭來到巴斗子漁港 漁船全都綁牢 希望能夠挺過颱風 強勁風勢 而潮進公園出入口邊坡 6月時曾發生山壁攤坊 公路總局已經派遣人員24小時鎮守 就怕落實導致意外 防範風雨增強 監控民眾都嚴正以待 沿岸更是不能掉以輕心 全力做好防臺準備 記者黃少民監控報導